第十二届表演学会奖近日刚刚在江苏无锡结束了评选活动 这个奖照其他的电影奖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评委团几乎全部由演员组成 那么在这些内行人的眼里演艺明星们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又有谁获得了评委会的一致承赞呢 第十二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的评委团 集结了于阳 唐国强 马金武 王福利 以及刘晓峰 潘月明等二十一位老中青三代演员 由于该奖项两年举办一次 所以评委要在四天内集中观看众多候选人两年间的主要作品 最终讨论并匿名投票评选出获奖者 都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在这些专业人士的眼里 更多的看到的是演员们表演上的进步和在台下的努力 葛优从出道时的显为人知 早如今坐上影坛大腕的宝座 一直没离开喜剧角色 通过甲方一方 不见不散等经典影片里的喜剧表演 他更是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葛式幽默 我又能看见了 这是爱情的力量 人能衡量演员表演水平 可能单看他一个类型的角色 在电影《夜宴》中葛优就塑造了个不苟言笑的利利 可是他的喜剧角色太过深入人心 以至于公映时引发国内观众不少笑场 你呀 贵为皇后 梦一天下 睡觉还登被子 不过曾在夜宴中跟葛优合作过的马金吴 却更加客观的说 观众笑场其实对葛优并不公平 他在国外放的片子没有一个人笑 因为人家不知道他 当然觉得他 他就皇上演得很不一般 很有自己的味道 很有自己的分量 而在今年票房大卖的贺岁片《非诚勿扰》里 葛优更是用一场空戏 证明了他的表演实力 这是一个镜头完成的 挺不容易的 因为他的情绪要顶到极点 顶到极限上 万一是慢慢控制下来 再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因为葛优还是完成得不错的 众所周知 周迅从影前并未接受过正规的表演培训 但他却是国内外电影节领奖台上的常客 在采访中我们也第一次了解到专业评委 如何看待周迅的表演 就其去年主演的《黎米的猜想》和画皮来说 细微之处都能体现周迅的用功 包括他的声音的选择 他那个被绑架的这个戏 你看他其实用的很低的声音 但是到了那个画皮 他就用自己的高音 我觉得这个演员太用功了 我知道你们的手段 能达到目的的都是手段 我这有些好吃的点心 你吃吗 电影《画皮》里 周迅饰演了一位美艳不可芳物的九霄美狐 而在塑造狐妖勾魂射破的眼神上 周迅可没少下苦工 他的集中眼神特别准确 听说他为了这个角色 他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 要有几十分钟的练习各种眼神 不同的眼神 所以今天大家给他这个肯定 我觉得是值得的 应该的 除了葛优周迅得到评委相对集中的好评 电影《梅兰芳中》的王学奇 疯狂的在车里的黄渤 以及爱情的牙齿中的严炳燕等演员 评委们突遍也给出了较高评价 据悉第十二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 金凤凰奖颁奖仪式 将于七月中下旬在青岛举行